是40多歲的女性從緬甸 還有20多歲的女性從英國 跟30多歲的男性從菲律賓的境外移入 那這三位都是從今年2至3月之間到當地工作 新增3例的境外移入的個案 那這3例分別是501到503 是40多歲的女性從緬甸 還有20多歲的女性從英國 跟30多歲的男性從菲律賓的境外移入 那這三位都是從今年2至3月之間到當地工作 那案501 他是在9月13日反國入境的時候沒有症狀 他次數就是他在8月30號跟9月6號 有跟在當地確診的一個個案 用桌就是同桌用餐超過2個小時 所以他雖然沒有症狀 但是就是 由機場這邊還是把他做了採檢 那採檢之後後送的集中檢疫所 那今天確診 那目前已經掌握這個個案同班機的接觸者 有23人 那其中同行有人是1人 還有前後兩排的座位旅客17人 那這些都是列為這個居家隔離的對象 那另外機組員就是自主健康管理 那另外案502的部分 是在9月6號入境 那當時沒有不舒服的症狀 那入境後他是前往防疫旅館居家檢疫 9月10號的時候開始有自主是有輕微的喉嚨痛 那15號因為出現這個腹瀉腹痛跟喉嚨痛 還有流鼻水鼻塞症狀 所以通報衛生單位來安排就醫採檢 今天確診 那由於個案在入境的時候沒有症狀 所以並沒有列這個匡列接觸者 再來是案503的部分 是在9月10號在當地陸續出現鼻塞流鼻水 喉嚨肝癢跟咳嗽 嗅覺差還有胸悶症狀 那只有自行不用塵藥沒有在當地就醫 那9月13號的時候跟案5500搭乘同班機板國 那入境時也是主動告知有症狀 所以採檢後到這個集中檢疫所隔離檢疫 不過因為初次檢驗的結果是陰性 所以因為他個案症狀持續 所以16號再次採檢 那今天確診 那因為他同班機前後兩排沒有其他的乘客 那另外就說還有9名的同班機機組員 先前也被列為這個接觸者 所以他那時候已經開始做自主健康管理了 再次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